想要讓林洋知道 他就是有台灣人在幫他加油 所以我們是特意寫注意 只有台灣人看得懂 這個是我今天早上要來看比賽前 做的有著台灣形狀寫著 反體字的台灣加油的海報 然後被搶走了 然後其實在被搶之前 有保存來關心我 然後他問我說 這個是可以的嗎 然後我就反問他 這個是不可以的嗎 因為很奇怪 你怎麼會反問我問 就有一位身穿粉紅衣的男主 擋在我面前當著海報 後來我躲到旁邊就是有空位 然後他就來把我的海報搶走了 在場內的時候很幸運 他沒有來攔我們 然後我們喊得很高興 然後下來在一樓大廳那邊 就是廣場在合照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大聲喊 Team Taiwan Team Taiwan 然後他有注意到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這邊有寫 那個台灣的字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然後他就說你出去外面 我才還你這樣 工作人員直接拿走 工作人員嗎 幫我們拿走 對 不過還好我們都去拍完 謝謝 但有聽說有其他人 也是有海報被直接搶走的狀況嗎 對就是有人做那個 台灣的形狀的那個海報 然後就被那個 可能是中國的一些小粉紅 他就把它撕破了這樣 那個滿誇張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只是寫出台灣的字 怎麼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有一點surprise 對啊 因為又沒有牽涉到什麼 國籍問題 我們也沒放國籍 對啊 但還好我們至少 反正我們贏了就好了 希望我們可以拿到金牌 之後還是會拿著這個進來 還是你們會再改版 我們會繼續寫台灣 我們一定會繼續寫台灣 然後其實在被搶之前 有保存來關心我 然後他問我說 這個是可以的嗎 然後我就反問他 這個是不可以的嗎 因為很奇怪 你怎麼會反問我問題 然後我有跟他陳述說 我知道我們不能夠帶台灣國籍 所以上面沒有台灣國籍 然後他就要我說 我們可不可以上去 去講一下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看比賽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底下講就好 然後就是一直在鬼打牆 感覺也沒有一個定論 然後我就進去站在那邊 看我的比賽 然後過沒多久 就還是舉著海報 然後站在比較底下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就有一位 身穿粉紅衣的男子 擋在我面前擋著海報 然後後面他就來 把我的海報搶走了 剛剛有香港人講說 那位男子在台灣隊的時候 就在講中國加油 林洋八強順利晉級 兩人在場上賣力拼搏 場邊也有一群最給力粉絲大聲應援 讓巴黎羽球場館宛如主場 給林洋更多力量 但粉絲加油卻一度受阻 今天早上要來看比賽前 做的有著台灣形狀寫著台灣 反體字的台灣加油的海報 然後被搶走了 僅存的綠色海報邊角 剩不到手掌大小 這位女粉絲自製了綠色台灣 形狀海報寫台灣加油 場館工作人員上前關切 用無線電詢問規定 這時前方一位身穿粉紅衣 紅帽男子用身體擋住海報 台灣女粉絲向右閃避 粉衣男居然用力搶奪 把海報撤爛 男子也被請出場館 我覺得雖然說這件事情很難過 但像全世界看到說 台灣會遇到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就是會存在 然後跟台灣面臨的情況 還有一位男粉絲 帶了上屆東奧羚羊奪冠後 的周邊台灣印綠色毛巾 被同一位巡場人員給沒收 下來在一樓大廳那邊 就是廣場在合照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大聲喊 Tim Taiwan Tim Taiwan 然後他有注意到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這邊 有寫那個台灣的字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然後他就說 你出去外面我才還你 有民眾怕被沒收 在免洗紙盤上 用黑色洗衣筆寫注音拼音 台灣是台灣人 才看得懂的台灣密碼 其他國家的人 都可以帶自己的國籍進去 然後只有我們 只有我們什麼 就是要為首位講的是 就是進場加油 有點心酸的 奧運本來就可以帶 應援物品 但巴黎奧運官網有公告 能攜帶運動員所屬的 國家旗幟或相關物品 其餘包含有政治訊息 或被認定違反 公共秩序的物品 無法帶 警官粉絲沒有認知意圖 但帶應援物質 是想讓選手看到 不過中華奧會 榮譽副主席陳世葵也說 過去雅典奧運 也曾把人請出場 並非針對 只是不希望引起紛爭 希望採訪團隊 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謝謝 小小粉絲 在場外等簽名 旁邊也有超多球迷促友 台灣黃金男爽 李楊 王清凌 巴黎奧運 收下六連社挺進金牌站 立批連莊冠軍 把每一顆都打好吧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台灣的精神 展現出來 讓大家慾永榮煙吧 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體準備好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 跟身體狀態去跟他們做準備好 休息一天再佔金牌 但賽後還熏麒麟 又再度上線 球迷問坐著躺著都能打 怎麼那麼厲害 期待再聽到你講英文 但王麒麟當起國文老師 說是在不是在啦 要先糾正一下 而到巴黎深夜十二點了 看到網友 終於寫對自己名字 也大讚你很棒 還親自截獲打球的時候 再想到底要吃幾個漢堡 再早一點 網友被換拍速度驚艷 也說可以去比田徑 王淇琳說這恐怕會被虐爆 甚至還回應有機會現場合照 說看比賽太緊張 下次轉播要宣導不移用餐 只是之前 王淇琳明明就說過 要關掉FB跟IG 因為打完球治療恢復完都很晚了 怎麼現在到了大半夜 還在回訊息 就很開心可以跟各位分享這個喜樂 那希望後天我們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那也希望他們繼續為我們加油 粉絲太熱情 林楊也說對啦 淇琳是沒在用FB跟IG 因為現在都改用Trace 每天都要刷一波才甘心 金牌戰要對決中國隊 也要帶著粉絲支持力量應戰 立拼連裝金牌打破對決紀錄 大家是不是會繼續力挺鈴揚 對 QBS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帶著幸運物粉紅熊豹哥 熱門多派人選跆拳道甜心 羅家梨再度征戰奧運 畢竟上回在東京奧運才摘下銅牌 這回又成全村希望 是唯一出賽的跆拳道選手 這次其實就是已經等到算是 賽事的尾斷了 後面才開始出發隊 所以其實前面看了很多 中華隊的選手們的比賽 那就是希望自己也可以 好好的加油 然後好好的出賽 身體的狀態就是 一切完好的發展 舉重女神郭忌全 四度征戰奧運 立拼在最後一戰 要衛免金牌 但這回除了有傷勢 還有勁敵中國羅斯芳 不只是市警賽金牌 也在舉重世界盃 打破世界紀錄 因為有傷勢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是 能夠把現在的狀態帶到比賽 然後全力以赴 叮囑自己要平靜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著急 然後沒有用 幫台灣進帳首面獎牌的 拳擊項目 吳慎儀隊友也有機會 林玉婷 陳念琴都挺進八強 下一戰護正保底銅牌 吳慎儀想要挺進金牌戰 得先擊退第一種子 中國選手楊文璐 只要他把自己的狀態再調整一下 我想中國隊的壓力比我們更大 吳慎儀在台灣時間 8月3號晚間 11點38分四強賽 魚重男雙林陽佩 則是保底銀牌 四號拼金牌連莊 同樣被看好的桌球男團 中志淵 林雲汝還有高成瑞 8月5號也會登場 至於雷姆 雷千怡也晉級16強 而上屆拿下台灣首面 高爾夫奧運獎牌的潘正從 前兩回賽是134桿 地獄標準8桿並列第五名 現在只落後領先者三桿 台灣好手持續征戰 不只麗萍拿下更多獎牌 也希望獎牌顏色能再升級 TVBS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塔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